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抽一下 当你抽到一个卡片以后呢 你要去在这一座森里面 找寻这一张卡片上面的图形 1 2 3 哎哟 那我这个就好奇了 我到底往右边往左边 随便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今天是来放松的 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有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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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也没关系 我这个应该很难吧 蛮难的喔 正方形 超得90度耶 天心 天心 是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 所以我这边到处 你觉得你已经找到了 分享一下 你觉得那边 到处都是 你看 那我这里有一台拍立得 如果你有找到它的话 请你把它拍起来 这只能用手机 有点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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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完美的正方形 很像正方形的 在交换 这已经至少快90了 他以为它要最难 听问你的已经算简单 就问你在干嘛 我会说 对公之一 不在求 在什么 在 在 感受这个东西 我跟人家说 老师说放空 你是真的直接空掉 对不对 直接趴带 他执行得非常适合 直接趴带 五角吗 这个多了一角 哎哟 有哦 对把它折 你把一片折出去好了 对啊 聪明 可以哦 那看看结果 有时候搞不好 你看见的就是你心中所想的 如果就是那个的话 你看什么都会是那个 可是前提是我们心中要的这个 我们才会看到这个 才会发现有这个 要不然只是一片森林而已 是 对 完蛋 完蛋 难怪我没有 完蛋 完蛋 因为你放松很好啊 老师刚才请我们找我们那个图案嘛 对不对 但是 刚刚那个过程中 我反而那个注意力 就会在有没有像 比较专注在 这个像吗 这个不像吗 所以那个回馈好像就少了一点什么 这个练习其实它比较像是 让你打开你的观察力 因为很多人走在森林的步道啊 就是聊天 走完就走了 走完就走了 但其实呢像你这样子 就是比较延伸了 你走得更深入耶 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你的人生写照 可能你在拍戏啊 或是你在任何的活动里面 你可能都会很专注在单一的事情上面 哦我是不是 但是你常常会因为这样子 对我是 对我是我是 对 对好酷哦 从这个也可以看出去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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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